腾市能否再出爆款 帕莱梅拉地位能否保住 这次成败再次允许 这一次腾市Z9GT他来了 腾市Z9GT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丝滑 尤其在今天这种光射照耀下 它的线条非常的流畅 犹如一颗卵石一样 即便它的车程长度达到了5180毫米 轴距3125毫米 是一个很长的尺寸了 但是侧面的比例刚刚的好 再加上整车非常流线的线条 这个车在光影一下 非常的漂亮 来继续往后面来看 整个线条 侧面的6倍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线条绝对比帕莱梅拉要好看太多了 不过我也提一个小意见 这个尾灯有点宽 有点出戏 论性能腾市Z9GT搭载了前后三电机的E三方动力系统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710千瓦 零百加速也是妥妥的2秒级的性能 而且它配备了前255后275的1号的宽胎 再搭配上电动升降式唯一 它的急速可以开到240公里 每小时 而我们今天拍摄的这台唐氏Z9GT的展车 距离最终量展化 已经达到了85%以上 而CX的售价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极客001FR 那么你被这台唐氏Z9GT种草了吗 文家良关注我 带你看2024北京车展